张素门语录 怎样好好生活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看到一段张素门的话 觉得很睿智 很有哲理 也很治愈 分享给大家 他这个我背不过 我就直接念一下 他说呢 我们应该怎样好好的生活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刷牙的时候能够好好刷牙 照镜子的时候好好照镜子 吃饭的时候好好品尝米饭的味道 吃菜的时候好好品尝菜的味道 打电话的时候呢 认认真真的去听电话里的声音 坐公交车的时候 好好看车上的人 窗外的人 洗衣服的时候 认真的盯着你的衣服看 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当下就好了 这句话呢 也让我想起 曾经看到的一段很有智慧的对话 小和尚和老和尚说 您得到钱做什么 砍柴 挑水 做饭 小和尚继续问 那您得到之后呢 老和尚说 砍柴 挑水 做饭 小和尚说 那何为得到呢 老和尚就说了一句话 得到钱 砍柴的时候垫着挑水 挑水的时候垫着做饭 得到之后 砍柴即砍柴 挑水即挑水 做饭即做饭 所以好好的生活在当下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做一个开心有趣 精神百倍的人 这段话给我的感触也是蛮深的 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会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 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地鸡毛 让我们大家每天都充满了焦虑 但是生活总还是要继续下去 不论遇到了多么难的事情 我们总不能 一下子就选择彻底的放弃 那既然不放弃 那就要好好地对待自己的每一天人生 不管你心里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 好好地认真地对待自己 然后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这个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出现问题 解决问题 出现问题 解决问题 但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认真地好好地对待你自己 尤其是涉及到照顾自己的事情 千万不要马虎 认真地吃饭 认真地生活 这样的话 这个生活才会有意义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 加关注